好了,到第二個分享,很多同事會發覺電腦好像沒電,怕它會熱等等 那怎麼辦呢? 都是跟上次第一個分享一樣,我們選擇重要的訊息中心 如果你收藏了,再一次,按展開,彈開去 選擇這個散電模式 你見到開啟,藍色了,代表散電模式 如果你散電模式的時候,你就會發覺 會有綠色東西在電池上,代表你已經進入了一個散電模式 這個就是我們第二個分享